好 隨著疫情慢慢趨緩了 上海從六月一號開始要正式解封了 當地民眾很開心 放煙火還有鞭炮慶祝 場面很熱鬧 就好像過年一樣 好 您可以看到 由於大家終於是解封了 因此市民紛紛走上街頭 享受久違的新鮮公器 上海宣布解封之後 任何單位還有個人 不得限制居民出門返家 購物中心 超市賣場等商業據點 可以恢復實體營業 至於在校園方面 則會優先安排高三高二 還有初三的學生來復刻 不過進入部分公共場所 還有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的人 依舊是要持七十二小時的核酸檢測 陰性證明 疫情指揮中心 在六都已經設置了 兒童疫苗的大型接種站了 但是來看到的是 有好多個並不是六都的縣市 卻傳出了 原本要在近日撥補的疫苗數量被砍 或是暫時不給了 包含雲林縣還有嘉義縣市 苗栗縣 南投縣 在昨天都傳出了疫苗被暫停 或是取消撥補 因此現在地方民怠氣得大罵 難道非六都的民眾是二等公民嗎 怒轟 衛福部長陳時中 中央在六都設立兒童疫苗大型接種站 將在六月一號登場 原先的六大機種站又增加成七大 但原本說好的隨到隨打 中央又改口說要先預約 接稿之前又改回可以隨到隨打 政策變變變 但每天接種站的疫苗總數是一定的 又預約又排隊 雙軌並行 恐怕又在先強打之亂 甚至連設立大型接種站 都是用突襲式的 更讓柯文哲開重炮 是浪費醫療人力資源 其實從中央設立松基篩檢站 就沒知會地方首長 現在又直接在中正紀念堂設立兒童施打站 就連中央又在新北市板橋車站設立大型接種站 也沒告知新北市長 雙北首長不滿 中央頻頻跳過地方 沒有事先溝通就直接下指令 有一些是對地方是有好處 但對於地方來講 並不需要動用到地方的一些資源的時候 那我們當然就會一面講一面說 其實中央的大部分的動作 大家都知道了 速魁更強調 這是在幫地方減少負擔 雙北不滿 中央從先前設立大型篩檢站 再到這回兒童疫苗接種站 中央說做就做 根本不甩地方 沒有事先告知 沒討論 又要地方政府如何配合 記者綜合報導 繁土危險部分在昨天新增的確診個案 來到了8656例 新北 台中 高雄 等前三名的確診人數 突破了萬人 臺北市的部分呢 則是下降到了六千七百多例 排第五 好 從二零二零年以來 本土累計的確診個案 已經突破了兩百萬例了 臺北市長柯文哲現在預估 雙北的確診人數已經開始往下 其他縣市的感染百分比 還是來得比較低 他認為還會再往上走 中南部的高峰 預計會落在下個星期 國內本土疫情三十一號新增八萬零六百五十六例 新北 台中 高雄 單日都破萬例 染疫總人數也破兩百萬大關 近五天確診數原本一度連日下降 但三十一號又飆升 一時省在南推估全台可能高峰點 就在週二到週四 週末到週一照例會下降 預估整體疫情下週就會往下走 台南與高雄在本週四最慢 下週四就會出現高峰 除了確診數外 三十一號中重症再增一百九十例 死亡九十例 發病三天內死亡占百分之三十八 四到七天內死亡有百分之二十八 七天後有百分之三十四 專家預估死亡高峰會落在六月十號左右 之後就會往下走 下週將是死亡數最高的一週 每天死亡人數維持在一百左右 那到時候加總起來就是兩百出頭 那這個比較不見得是完全合理 我們並沒有比較高 指揮中心公布各國染疫死亡率 強調台灣每百萬人死亡率為零點二 比日本 韓國 香港都低 但國內醫療量能問題受到關注 指揮中心宣布放寬重症解隔離條件 距離發病或者是採檢日十五天 CT值介於二十七到三十就能解隔 那如果到二十一天以上 事實上就已經沒有這個活的病毒 會培養的出來 醫師判見這指出 台灣檢測數太少陽性率太高 根本就是聖母峰了 陳時中強調口罩防疫措施 仍會繼續專家提醒本週就是端午廉價 人流難來比往都可能增加染疫風險 民眾防疫依舊不能鬆懈 記者葉維林 陳嘉倫 台幣採訪不到 在新北市中和兩歲的小男童 恩恩四月中旬確診之後 病逝成為國內首例兒童重症死亡的個案 他的父親持續要來追查 孩子延誤送醫的真相 現在要求中央還有新北市政府提供 他們當天撥打1922還有119的通聯記錄 再加上政府內部橫向溝通的記錄 想要知道為什麼孩子在危急時刻 卻必須等待救護車81分鐘 才出現延誤送醫 新北中和兩歲男童恩恩 因高燒確診 家人狂打衛生局1922119 述通電話求援未果 直到撥通了119之後 過了81分鐘 救護車才抵達 結果孩子延誤送醫 道願不治 他向中央和新北市府 要求當時所有聯繫的通聯記錄 求真相 看到通聯記我們覺得很荒謬 我很不甘心 緊急救命的關頭 為什麼你們可以延遲出車到這個程度 要求4月13號當天 夫妻倆撥打過的1922和119相關資料 林爸爸想還原政府所有的橫向聯繫過程 我們只想知道說 為什麼我的小寶寶遭受了81分鐘 不合理的救護車的等待 一條人命就這樣沒了 面對這消失的81分鐘真相 中央地方再度出面回應 不過藍軍也質疑 以指揮中心的高度 不應該只提供調閱通聯記錄 痛批是可以作為而不作為 當恩恩爸媽苦求真相 中央地方卻只提供資料 問題是到底有沒有檢討 才能避免再有無辜的百姓嗓命 記者何孟謙 陳正茂 陳怡蓉 新竹台北採訪報導 好 恩恩的父親已經要求 能夠調閱完整的通話資料 希望釐清真相 他凌晨時分在臉書發文說 已經拿到了和衛福部疾管署 調閱的其中一份資料 至於向新北市政府調閱的資料 則是還沒有拿到 好 還要來看到 是小朋友在確診之後 這個症狀通常會比大人來得嚴重一點點 台中的龍井 原名6歲的小女童她染疫 結果高燒燒到了41度 全身都無力 真的是讓爸媽嚇壞了 趕緊開車 希望能夠送急診 但是一路上紅綠燈太多了 擔心女兒會有生命危險 於是跟路邊的遠景求救 本來是5分鐘的車程 最後警車鳴敵 開到7分鐘就抵達 好 現在疫情持續緊繃 推薦給大家可以使用 我們旺旺水神的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如果您的空間比較大 大陸有8坪的話 那麼可以選擇這一組 好 如果你會說你的空間比較小 推薦給大家另外一組 80Mbps容量的霧化器 在哪裡購買呢 就是到我們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能夠買得到 我們要保留 我們要求 我們要求